片子 大家好 那我們上次其實已經講到尾巴了 剩下來 例子 其中我們會花點時間在三至十上面 另外3點11呢 我們會稍微講解一下 因為它有點複雜度 而且會跟後面對流做一點連結 我會稍微做一個介紹 但是我不會花太多的時間在上面 因為太細 太詳細 我會大綱的說明 但是這個例子我搞不好可能會考的 因為它中間有一些整合性的東西 所以你們要回去看 那我只會做一個綱要性的說明 你們不要說我沒有講得很清楚就不考了 這個我還是在考試範圍內 好的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3點10的這個例子 那3點10 它是講一組的影片 OK 我們來看一下 那 那這個騎片它是假設一個engine cylinder 一個摩托車的 摩托車的 摩托車的 cylinder 那它是用鋁合金來做做的 它的高度是0.15個meter 它的外徑是50個millimeter 那它說在這個狀況 然後我們中間會加了celine cylinder 我們會加體面讓它曬月 它說我們在一般呢 它的 outer surface celine is at the temperature of 500 KEL 那一般的操作上 我們都假設它的外徑溫度是500K 那外面環境是300K 我們假設它的肥瘦係數是50 然後我們用了annular fin 就是一個環狀的 fin 因為假設氣缸是一個圓形 雖然摩托車上並不見識 是這麼規律的形狀 所以它我們現在這個氣缸上 就有這樣的fin 它就說我們假設 像fin 是這樣子的 它的 thickness 16個millimeter 還有一點厚 因為大概是壓住出來的一個fin 那它不能做得太薄 那它的長度是20個millimeter 兩公分長的fin 然後它的厚度是6個millimeter 好 那整階級的這個安置 它叫我們來看看 當我們fin數量慢慢增加的時候 它的散熱量會如何改變 就是我加fin以後 我會怎麼樣的 它的散熱量會改變 那我們看到這個形狀 是這樣一個東西 假設這個sevent 好 那它的尺寸都在這邊 都有膠帶了 然後它的fin在這裡 ok 那我們一起是這樣的一個段況 那我們當然是 我們有我們的一些間距 這個到時候我們快要把它間距扣起來 好 那在這樣一個解隔的狀況之下 我們知道有單fin的 然後我們把它做了組合變成多fin 那多fin的話 我們就要注意到它的解隔上的一些參數 要怎麼去配搭 好 那 所以我們來看到說這個 我們前面講過了 這個組合 這是一個單純性的fin 只是說我們注意到 我們先sevent sevent sevent 那關鍵的還是這個 那至於其他的部分呢 我們會把它的尺寸把它考慮進來 比如afin是多少 areafin是多少 它的外面的 又corrected R 就是因為我把它視它為絕遠的數字 注意到這個我們前面介紹過 然後它就把它處理出來 好 這些細節的係數 我們自己回去找 自己回去看 那中間有些細節 我們實在不太方便去講 大堆這些東西 因為主要是 比如說你看a的這個面積 有fin的面積 然後這個地方是base面積 base面積 就是我把總高度 減去我多少個fin 對不對 剩下來的那個面積 然後把它處理出來 做一個圓周性的面積把它處理出來 而且有些細節 我們今天就不多說 那我們的重點應該是說在哪裡 我們要去找它的efficiency對不對 我們關鍵上其他算數可以找到 就找到一個efficiency 那這個efficiency呢 我們就要去看一下 它先它要去查 這邊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找3.19 好 那3.19圖呢 看看我這邊有沒有 3.19 好 3.19 我們來查一下 我們去看一下書 我們去查一下 他說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去找 我們首先就查這個圖 我們需要把這個LC跟這些參數 就是把我們這個 很多不同的參數 把它定出來 那我們LC我們可以去設定 前面告訴我們 它就是把它的 把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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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就等於 這個彈度 這個彈度 加上我這一半 2分之1t 所以我把它做出來 那做出來 它這邊是 告訴我們 我們這次0.23 2.3 2.3 看一下他這邊寫的是 LC是等於 LC 看他這寫在哪裡 LC在0.023米 就是2.3公分 2.3公分 他雖然LC在對 然後其他的H,K,E,A,P全部把它帶進去 那我們就不管他了 那他這邊就是說得出來的這邊是0.15 0.15 那我們就把它去找 0.15我們去利用這個圖 我們就利用了這個圖 那這個圖裡面我們還需要知道一個 因為他這邊有這個參數 我們需要把R2C除以R1 把它找出來 那R2C除以R1 蘇珊也告訴我們 他是1.92 他1.92 所以呢 我們在1.92大概抓這一條線 不過基本上呢 你會看見 因為我們現在是0.15 所以0.15大概在哪裡 大概在這裡 大概在這裡 其實都差不多了 那你已經開Window了 所以基本上這裡面他告訴我們 大概在95% OK 大概在90% 所以他實際上他這個FIN 其實蠻短的 相對來講他是蠻短的 所以他的 也不是其實很高 他都是溫度都很均勻 所以他可以達到95%的效率 OK 所以這個刺子把它帶進去以後 我們就把它的關鍵式給導出來 就把它的QFIN 就給他算出來 好我們就可以把0.95把它帶進去 然後呢 把他帶進去以後就可以得到這個關鍵式 就可以得到他那些6.95% OK 他說如果 如果沒有這個FIN呢 他只能在他的外圍 就是在外圍吹 那我當然就可以把他的 TATA 他的整個BASE把它算出來 ARPI乘到H 這樣算出來他只有 他是236瓦 所以他事實上增加了相當大的比例 將近3倍 OK 所以他的這個 這個 Ef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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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概有3倍左右 就是有跟沒有的之間的差別 將近3倍 好了 那接下來他就把他那個FIN呢 多做了一些 數字 因為他叫我們說把不同的FIN做出來 所以他就把FIN加倍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那我就發現 他的FIN加倍速度 他的Q就是線性增加 為什麼線性增加 事實上也大概告訴我們說 因為我所在FIN BASE 那個間隙的部分其實量不是很大 所以就幾乎是正比N 好 那幾乎正比N 那我們這樣意思是說 那我們就把A一直增加就好 沒那麼好 你的H值要降下來了 你不能用這麼高的H值 那所以這個H其實決定於我的 跟我的間隙是有關係的 那通常如果間隙夠大 他的H大概問題不是很大 他大概維持在某一個固定 但一旦開始碰到了 Boundary開始碰到的這個就是 但是可能是H就開始變少 但是呢我們要再想像 這個中間就是一個Trade-off 對不對 因為我太多的時候 我的HB沒什麼好的效果 但是我的總量的散熱變點少 對不對 所以我要散熱夠好的話 我一定會 那盡量增加N 反正要加到什麼程度呢 加到差不多Boundary會開始碰觸了 所以這個叫做Optum Spatient 最佳的間隙 那這個間隙大概一個 所以基本原則大概的概念就是說 其實大概有一點點差別 但是大體大的概念就是說 這個Boundary的類 開始有一些碰觸 有一些碰觸 那正在這個附近 它是最佳值 那如果碰得太多的話 你就說H會變得很小 那就變長了 但是你又不能太鬆鬆的話 變成都碰不到 那全部都是用外面的cooling temperature 那有點可惜 因為你的H數目會變得比較小 所以基本原則就是它的Boundary 可以去估一下 假設你視為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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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Boundary大概是多少 其實很難說啦 因為你知道它是方向 看你的方向對不對 如果說你的FIN是這樣子 平板方向是OK的 所以假設你的FIN是這樣把 這樣把 統統是這樣 不能讓它進來 所以你就要看它這個FIN 這個Boundary有沒有增上去 所以你要看它的FIN是不是說 這樣說 因為現在這個圓管當然是很複雜的 已經不是那麼簡單 假設我們想造成一個平板 那這個平板的話 我們就說這樣一個FIN 把這樣一個FIN 那我氣流兩次這樣吹過去 這是比較簡單的算法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把它視為一個平板了 平板了的話 然後它在這個地方它就會在這邊漲 當然這邊有是漲 因為這邊有一個FIN 但是我們假設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它就會有一個Boundary開始漲 再來 開始變厚 這Boundary要開始出來 那你就要算到一下 你就把它想成一個 我們以前琉璃講的內管流 好 內管 那它就會碰起來 這個也在漲 這個也在漲 它就會碰起來 那大概是差不多在這個 到出口的地方 它大概碰到差不多 在這個附近 它會有碰到 碰到一些 在這個附近 差不多就是我的最佳堅決 OK 好 當然因為這個問題很複雜 因為這邊還有 這個三維的流程 OK 不是那麼單純 但是大概經驗上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好 那我們進行解化 在這個方向是 直接評審的 那實際上如果不是 那就複雜的多 OK 好 這個例子到這裡 那我們接下來呢 還有一個例子 3.11 這個例子就相對的複雜的多 那中間可以有結合到蠻多的事情 所以我要稍微做一個 概要的說明 你們回去好好仔細研究一下 你會發現中間還有很多的問題在那裡 還有很多的細節 包括還有一些問題 它所簡化的東西 對 都是可以去思考的 好了 那這個例子它先講說 它現在面對到一個燃料電池 它就曬熱 那它曬熱瓦數 假設我已經大概知道要多少了 OK 它需要把它 除掉比如說11.25瓦 這樣子 那它有 給定了一定的空氣的速度 可能有一個方向去去推它這樣 那它說它需要維持這個 在維持在它的 temperature 它的表面的 比如說11.25瓦大概在56.4度11 假設這是我們給定的 我們要求的溫度 那換句話說我們現在 當我把FIN帶進去以後 我們其實可以講一下 它大概是有一個等溫的方式 大概是等溫FIN 那然後呢 這是我們要帶掉的熱量 然後我的氣流是這樣子 然後它就是說 如果我本來我的 比如說像是這樣子的 那如果我不加FIN 那顯然這個散熱會比較差嘛 那可是我要加FIN以後 我就把它變成 在這個空間中加了FIN 那就變成 相對來講 就變成很多 比較複雜的 狀況對不對 好那 這樣的一個FIN 這樣子一組FIN加進去以後 它會造成一些幾個形狀的 複雜度 好 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如果它加了一些FIN進去 然後從 從橫體面上看 我們說在這邊貼了FIN 這邊有一個FINBASE 然後這邊有一個片片的FIN 然後從這個截面 重截面看 這是FILL STYLE 假設這邊是要56度C 然後中間會有一個FIN的BASE 你起電會有一個BASE 你起出來這個起電 有一個BASE在這裡 然後這邊呢 其實會造成 換句話說你的溫度呢 其實是在這裡給定 對不對 Consum temperature 那可是這邊到這邊呢 你會有一個 Q會過來 因為我們有給定 它可以有Q 對不對 那你這邊會有一個熱度 會對到一個熱度 我們這邊都是Static 那一個熱度會出來 你可以 這個熱度很簡單算 對不對 因為你只要知道我的 你的K K值就可以翻算出它的熱度 好的 那接下來還有這個 兩部分 一個是接著啟片的 另外一個是從它的FINBASE 跑掉的 那這兩部分是一個併聯的 好 這是一個併聯的狀況 那上面是絕熱 好 上面這邊是沒有 氣流是這樣把它帶過去 OK 那 好 那大概幾個情況是這樣的東西 那它首先它說叫我們先 劃一下它的電 熱的FERMAL的這個 Center 它的熱的電路 好 那這個電路它就叫我們先劃一下 然後後面它叫我們處理一下 大概要塞多少這個FIN 可以達到我們的要求的溫度 所以塞多少FIN其實有點誤雜 因為 而且我們塞多少FIN的中間呢 我會影響到我的幾個情況 對不對 那這個結構形狀其實就會影響到我們的H 影響我們的對流係數 那這一個例子 因為它已經開始試的把我們後面熱對流部分的H把它引過來了 已經試的引過來了 到時候我們還會再會比較仔細會看到 那現在只能稍微點一下而已 因為這個牽涉到跟後面 我們在熱對流的內管流裡面的Fully Developed Flow裡面有關係 那個時候我們還會花很多時間去講 但是基本上我們現在要知道就是說 這個東西改變的時候它會影響到H 而這個H對影響其實是在熱對流裡面已經有一些計算在 或有一些這個 結果都可以讓我們用 所以它這邊試著它就去用了這些東西 雖然你們現在讀的時候不知道它為什麼來的 那我們稍微點一下就是了 OK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它這邊熱是 這邊是56.4度 然後它經過這個Base 然後再經過這兩個病聯的路徑 把熱散給氣流 OK 那H呢我們要給 但是這個給是要跟它的解熱形狀有關係的 所以它會 它給了 但是它給的時候是跟我的間距跟這個大小等等有關係 好吧 OK 所以它就是這樣來處理問題 好 那我們先來想想看 它的 Second 它的Second球其實是這樣畫的 第一個它從這個Q開始 這邊是TC 對不對 就是56.4 這個要求 然後接下來這邊看到一個是那個 有一個thermal contact resistance 就是說我現在這個界面 我燃料電池的表面跟我的 我的 片的板 就是那個中間有一個接觸熱組 它把它考慮進來 它也給了我 這算是一個given的term 好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TBase 這個Base就是指的鋁板 整塊的鋁板 那個Base 就是鋁材料 鋁合金材料 那個Base 然後接下來就是兩個並聯的 這個並聯的一個就是從FIN的那個Base 就是沒有FIN的那部分出去 那這一部分就是從FIN 一個FIN的那邊出去 所以這兩個是並聯的東西 那它就要把它做一些結合 那這個結合呢 中間它就開始EQ的處理 這邊包括第一個R的TC content resistance 它就處理了 細節我不講了 你自己回去看 然後Base 它這個兩個都很簡單 都是整個厚度 整個面積相關的 所以PBase 整個面積起來考慮的 好了那接下來還要再算FIN的Base FIN的那一部分 就是FIN的那個 沒有欺騙的那一部分 那這部分呢就是我們把 我們的N個個數把它扣掉 因為N我還不知道對不對 N還是unkn 而且中間H也是unkn 對不對 那目前H已經出來了 好 H也是unkn 所以我們現在留在這裡 H跟N都留在這裡 所以我們還沒有辦法處理的 好 那接下來這個DBase還算好辦 因為我只知道H 我只知道它的N 我就可以抽出來了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FIN FIN就更麻煩一點點 因為FIN呢就牽涉到有Efficiency的問題 FIN牽涉到Efficiency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暫時不知道FIN Efficiency是多少 為什麼不知道FIN Efficiency是多少 那我們先看到一下 這個FIN Efficiency的估算法 其實前面已經告訴我們了 就是用這個 因為我可以視它為這個 Beta-Battery-Tip 它的中專是絕月的 那因為我那邊講過 上面是絕月把它擋住的 所以我把假設這邊是中專的絕月 所以它的Efficiency其實是可以算的 那它的Efficiency呢就 可以把它這個RT這個放進來 我們這邊RFIN就是可以 我們前面講過了 就是把RB的方式把它帶進來 這邊我細節也不講 因為前面我們都交代過 那基本上它中間會冒出來一個M M就是那個FIN的那個特性 那這個M我們還不知道 好 那其他的大概知道 還有H不知道對不對 H知道 M也是跟H有關係的 所以其實這就是跟M有關係的量 好 所以這個地方有 其實這個M或者A 或者這個地方 基本上我們缺的就是H 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其他展開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缺的就是H的東西 因為M跟這裡 都可以展現成H的函數 前面就是X的H 其他的大概都已經 滿滿知道了 那所以我們現在缺的就是H跟N 好 然後它這邊呢 蘇珊還有告訴我們說 它這個H可以這樣來定的 我們要回頭看一下 雙面的 好 這邊它有講到一個H 這個H可以由這個來定 好 那這邊呢告訴我們說 這個H直接由A來決定對不對 因為我的LF已經定了對不對 LF我知道了多少 那我現在剩下A了 剩下間距 那其實這個是什麼意思 其實它呢這樣的一個東西 是講到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個矩形的 一個長方形的形式狀的東西 好 我把它弄起來 這邊 好 所以這樣呢 我們現在是看到 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對 這樣一個面 那這個面 那這個面呢 它其實是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方的管道 因為我們這樣吹嘛 吹進去 是一個方管道 那在這個方管道裡面 我們到了第八章 就是內管流的時候 它會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說 當如果我的這個管道 其實應該長度要夠長了 那這邊我們說假設 其實都做到 用了一個很 很 很大的假設 其實不是很對的 就是說它如果是一個長型管道 它這裡面已經達到 Volidum level 你想像 我們既然有教什麼叫 Therbal Volidum level 大概 大概跟我們流體的 這個管流的Volidum level 類似 當然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說它的 它的行為 熱材行為 到這邊已經大概定下來了 它已經把邊界成的交費了 然後接下來呢 就 沒有太大差別 那在這樣的情況的話 就是 Inert Piflow 我們說管流 如果是 Fully developed 這個如果是 Thermally fully developed 如果它是熱的 達到 這個 全展的 流產的話 它會有一個特性 就是 H 等於 它的 H Constant 那 或者是Nutern number 等於Constant OK 好 後面我們再會招了 我現在大概只知道 它大概H等於Constant 好 那這個是 我們用來 在這邊寫的 OK 所以你知道H是Constant 那這個Constant是受什麼影響呢 那這個常數是受它的體面影響來的 OK 是它的寬高 寬高體面影響 那實際上如果你到後面可以對著起來 它這個數字它是 是有它的根據嗎 這個1.78 是有它的根據 是根據這個寬高體所找出來的一個Fully developed flow 有的東西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大概就接受到這件事情 它大概是已經是假設它是H等於層數Fully developed 它可以根據幾個形狀它可以長到一個大概這樣子一個係數 OK 是有它的根據的 只是這邊的根據其實有一點的問題 就是說 我現在這個旗艦如果不是特別長的話 你會不會有一個一段入口 是entrance length 有 一樣好 就像我們流地 我們會有入口段 那它並沒有馬上 BenzBudget馬上碰起來 那Fully當然也是一樣 它也有一個入口段 它也沒有馬上碰起來 那這裡呢 就說不管它 再管它 我們就不知道怎麼辦了 不是不知道怎麼辦 很複雜了 它有方法了 只是很複雜 OK 好 那個係數就複雜得多 不是這樣子來定 那它現在只是說練習一下 畢竟這裡重點不是H 不是在假設的對流 對假設對流 對假設對流再說吧 現在不是假設對流 所以它就簡單的介紹一下 那它就刻意地告訴你們說 這裡的H其實跟我的幾個形狀是有關係的 那它現在一個簡單的方式 簡化的方式 假設這H是這樣 OK 那我們先了解說它的限制是什麼 那其實它還有餘還有限制 但是基本上它今天是用這個簡介 換到裝置往下做approach OK 好 那因此呢 我們接下來的 這邊關係是都有了 我們剛剛看過這些都有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怎麼去 開始把它做一個總體的整合了 那這個總體的整合呢 當然就 也有它的一些細節 也有它的一些細節 那這些細節呢 包括 你看中間包括 這兩個病連呢 要怎麼結好 就是導樹的 在導樹嘛 這個做病連的這些熱組織 好那這些熱組織 我把它 一旦我把它找出來 事實上應該這樣說啦 因為它告訴我們了 它告訴我們的表面溫度 告訴我們的氣溫 就是環境溫度 那事實上呢 它又告訴我們的Q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你可以算出來它的總熱組 對不對 因為你總熱組其實算得出來嘛 因為你從我的total熱組 從我的表面到我環境溫度 我的total熱就算出來了 那只是說這個算出來的中間呢 我還有一部分 我並沒有辦法處理的 就是特別是thin number 對不對 其他都OK嘛 因為你的base 基本上跟m沒有關係 那跟h沒有關係 那剩下的跟m跟h有關係 就是在這一段 這個equilibrium就是只能 這兩個 就是極電跟base 那個病連那一段 那一段的部分 是我們要去找出來了 那我總共的知道了 然後這兩個也知道 其實這個兩個我們參數都有 那剩下這個 我就可以換出來 OK 所以它這個可以找出來的 就是說我要求達到了多少equilibrium 我目標要達到這麼多的 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都給了 那這個是我目標 那我這個目標呢 要由我不同的n來配合它 然後看我的不同的n 我可不可以配合到這個數字 OK 所以呢接下來它就要去找n 那它就假設了某一個n 現在不知道n是多少 它說先假設22 然後結果答案是22 好 那我先 我先就說 假設這個n是22 那22我就有幾個零段 對不對 那因此我就知道a嘛 我剛才講過 那a就知道 a就知道 我就可以轉做h 對不對 h就知道了 那h知道了 我efficient就知道了 對 efficient知道了 我熱子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過程就這樣做下去了 所以它就開始去 因為我假設n知道了 我自然就算出a來 我算出a來 我自然就知道h 那我就算下去 我就算出答案了 好 那過程我就不講 那它就算出來它的答案 好 然後這個答案呢 它就發現說 它所得到的 我要目標是要達到equilibrium 是2.59這個數字 那它用n等於22呢 它就發現它的equilibrium 是2.41了 應該是這個數字吧 不曉得沒看錯 那2.41 那它這樣子的數 所帶出來的溫度大概54.4度 ok 那不是太準 因為我們要56.4嘛 對不對 那它就換一換 換了20跟24 上下各加2 這樣 22跟24 它就發現是58.9跟50.7 那就差異更大 所以它覺得說 這個可以了 它大概就是h22 好 所以這個例子呢 大概就到這邊 我n 經過這樣常識錯誤以後 我找出來了n 大概是22 ok 好 那中間 到目前為止 有點邏輯 有點複雜 對不對 它有點糾纏在一起 但是簡單的 我再說一遍 我們這個例子就把它做到這個結束 它就是說呢 這個 它就是說 我現在要加入它的 鰭片 那這個鰭片 那這個鰭片的h呢 它試著去考慮 不是只給固定h 因為多少有一點點理論根據 就是因為它是內管瘤 它是內管瘤 那內管瘤 那內管瘤有後面對流的裡面的資訊告訴我們說 我可以找出來它的h 但是它先假設 它是在佈置的地方我狀問一下 那好 我就 由這個 由這個思路往下走 它就可以定出來 它是h的關係式 h的關係式 在這裡 這是一件事情 它在這條 這個題目的時候 它首先想要先去 h是多少 它不是說 我給你h是長數這樣子 因為那個並不合理 那 好 這是這一點 然後呢 接下來它就把h找出來以後 我們就知道它需要 處理到它的間距離 那這個a的間距離 就跟我的n的數量有關 所以這些東西都必須要在後面處理 好 它在解的過程裡面呢 它就可以分幾個階段 好 首先這邊是先把電路圖把它組裝 好 兩個半年 看看是是 fim base resistance 還有另外呢 這兩個並列的部分 一個是fim的這個 bass的一部分 還有跟fim的 n的fim的這一部分 那這些部分 我們都能夠盡量的處理 那盡量處理的話 比較複雜一點 是在fim的這一部分 跟這個bass的這一部分 那bass的部分 因為我需要做到h ok 好 那我目前不知道h 因為我不知道m多少 我因此我不知道a 那 所以這個要保留 那另外fim的部分 就更複雜一點 因為fim的resistance 我們會用efficiency來表示 所以這一定的表示裡面 我們就看到會有一個h 還有hyperbolic tangent ml 這些東西 這裡面又是h的函數 所以你就把它全部斬成 用h來表示 好 那h的表示之後呢 這個我們就知道h跟m又沒有關係了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只要我把n設定進去 就可以找出這些東西來 一個一個快把它拆出來 好 然後就可以找出我的數目 然後我發現 你對不同的n呢 怎麼發現 22這個是ok的 這個數字大概差不多 要到我們來去 好 那這個b就在這裡 ok 好 那有沒有問題 那目前這邊這個例子有沒有問題 大概ok啦 回去仔細看 但是其實這邊還有一個 它忽略掉一個 那個假設的資訊 因為它假設說 我們現在這個h 我先進去的 進去的氣流呢 假設我進去的氣流 是te infinity進去的 對不對 然後我q呢 會把熱散出來 然後 我出去的t 你想像會不會是te infinity 當然不是嘛 一定會加溫嘛 對不對 所以當會加溫的時候 當你算去熱煮的時候 你能這樣算蠻容易的 你能夠現在按到它前面算 t c minus t infinity divided by q 可以嗎 不行對不對 它這邊又一個很簡單的證據 如果你仔細看 其實有很多的破綻 都有一些減化在這裡 因為還沒有交到 所以它就先這樣說 它說q呢 就是說從tc -t infinity 除以r total 你覺得合理不合理嘛 對不對 你再想想看 合不合理 然後我就要問一下 如果不合理哪裡不合理 聽懂了沒有 秋中翔 這個地方哪裡 有一點問題 對 對 這個故意沒有錯 因為它設定我要 假設均溫五十度改善 對不對 這台ok t infinity 對 對不起 它一定升溫嘛 進口的 進去的是 300度k沒錯 你出去絕對不是嘛 對不對 你q要進來嘛 所以變熱嘛 所以你後面的溫差 不是這樣的性質 對不對 所以這個總熱阻降的故事 有問題啦 那要怎麼處理呢 那也都是任何管理 然後再去處理 它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 不是用這個方式來處理 如果只是提示出來 這樣case 你不能亂 其實不要亂用 或是說 雖然它在教學上做了一些犧牲 或了一些簡化 是因為你們還沒有學到 但實際上這個地方是有 是有問題的 是需要進一步的小心的 到了第八章時候 其實是會處理這件事情 ok 不要說作者他弄錯了 他不是 他只是為了教學上 你現在弄不懂嗎 我去教學什麼用 我們把問題搞分頭了 好 那到這個例子結束的時候 我們第三章 我們就結束在這裡了 那後面的第三點七 我們就不加了 ok 那BioNTech那邊我們就不加了 好 那第三章 就結束在這裡 好了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入第四章 那第四章呢 它是標題是 steady state multidimensional conduction 它還是一個穩泰的 它是一個steady st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就是多 多維度的 一開始它會先處理二維的 它也會處理三維的 等等 好 那多維度的部分 我們不會花太多時間 我們先處理一下 二維的就是 因為二維的跟三維 後面它的解的整個理念其實是很像 它在 我們待會兒要做一些簡單的解析 那 事實上呢 我們知道在 在這樣的問題裡面 我們會有一些不同的方式來處理 多維度的東西 那 在這邊會有講到有不同的特徵 好 那我們待會兒會說明一下 那 好的 實際上我們現在就來稍微說明一下好了 那 它這邊一開始是以2D來考慮 三維 也類似 那 二維 三維的 multidimensional steady state 都有類似性 只是越來 維度越多 越來越複雜 但是它以二維來講呢 我們說 steady state 如果又沒有 degeneration在裡面 其實它的 differential equation 是這樣 對不對 那個k也都拿掉了 我們前面 才考過的 小卡才考過的 好 那就變成 X跟Y兩個是變數 它有 它有空間的分佈 XY的空間的分佈 那 這邊呢 它就畫了一個這樣的圖 那 假設這是一個平面 它是一個 非常薄 或是非常深 好 那這邊是 假設它這邊兩邊都很便宜 然後這邊有熱 有進來 好 那 它這個 這邊形狀它會改變以後 它的熱會怎麼走 OK 那它的溫度分佈是怎麼樣分佈的 那這些東西都需要怎麼辦 那裡面上我需要 把這個問題解出來 對不對 好 我要把這個問題 dependentary分佈解出來 然後加上我的邊界條件 那以這個case來講 我這個邊界條件 我可能有一個 T plus 好 或者是有時候是給固定溫度 對不對 以這個case它可能是給固定溫度 好 我這邊 這邊的邊界是 等於T1 所以這個 都等於T1 那這邊呢 它就等於 這邊都等於T2這樣 好 所以只有這樣的邊界條件 那現在的邊界條件是二維的 對不對 那我們上次考的 跟考是考一維的 對不對 那二維也有L二維的給碼 看你度標怎麼定 我們後面就會看到 功夫也交過 那基本上呢 我們現在說 在這個裡面呢 它 假設我們把它解出來了 那我們知道它的 它的熱流方向可能會是這樣走 OK 那當然這些都有一些 細節的 講究在裡面 譬如說 你看到 比如說 我們會看到它的 flow summer flow的方向 summer flow的方向呢 基本上呢 它是 沿著等溫線的法線方向 對不對 我們前面講過 是gradient的方向 就是 T度的方向 那 所以你看它畫的這邊 都在跟它垂直 因為這是等溫線 假設我們把等溫線找出來 所以這個flow方向是垂直的 OK 那還有一個呢 就比如說 我今天的間距 也不一樣 那間距的大小 也反映出來 我的 流量的大小 OK 所以 基本上 我們剛才講的第一個 方向 方向 根據我們前面的概念 我們知道 在 price wall裡面 它告訴我們說 我的 flow的方向 基本上是連的 低度方向 所以我要畫圖的時候 我就畫一個垂直 垂直 這邊都是正央的 是這樣的方向 如果 我這邊有等溫線 OK 那另外呢 我們也看到說 這個 密度 是跟我的flow的大小的關係 好 以這邊來看 這邊 這邊距離比較短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邊的熱流通的比較多 還是比較少 這邊的溫差比較 溫度T度比較大 對不對 因為我要從T1到T度 我這邊走距離這麼短 所以 所以表示它的溫度下降 是比較快 那這邊是比較長的 所以比較慢 所以這邊比較短 所以這邊的Q呢 當然是比較少 對不對 它的 它的E-flux 當然就無道 很少 那 因為它的T度 T度比較小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可以 在我們的 呈現出來 它的一些溫度 溫度跟 分布上 可以看出來 跟它的熱流的 流通上 那這些都是屬於二維的 對不對 好 我們之前教的一維就很簡單 這樣 就這樣過去了 然後它是一個直線 一個直線分布 現在都不是了 現在是二維的分布 就比較負責 好 那你怎麼樣要去分析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東西呢 其實有幾個方法 至少我們說 它歸 歸 三種 approaches 三個方式 第一個 analytic Analytic Solution 那就是意思就是 我要去找出它的 Exact solution 我用解析的方式把它做出來 我用數學 把它解出來 那這個方式呢 對於一些簡單的幾何形狀 或者比較簡單的Flow 不是太 太詭異的幾何形狀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 那種類的數學在 OK 有很多的這種東西 已經被解好了 因為這些東西就是數學 那數學很厲害的人 真的是很多 他就解了很多很多數學 那可以把它成立成一本書 裡面就是各式各樣的這個數學的景 你去查 各種態度 你去查 那很多 那但那一部分 倒不是我們要花太多時間去講 那因為什麼 因為它太複雜了 我們只會教一個簡單簡單又簡單的一個配型 舒散的例子 它只用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一個方形的 或者長方形的一個幾個形狀 那 所以呢 我們不會交代一下下 只是說 數學可以解到一個程度 那我們數學不夠好呢 你們看那些數學大師更厲害了 只是更多 但基本上 這數學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但一旦幾個形狀複雜了 數學就很難處理 隨便給你凹一個角啦 變成一個習慣的形狀 解析就很難處理了 那要怎麼辦呢 我通常會用 現在當然我們用數字的方法 對 因為現在電腦還是Power 你只要把它這個形狀弄出來 它會告 你可以給它稍微指令一下 選幾個 選幾個這個 鍵 它就會告訴你 它就幫你 網核就把你鍵出來 它會告訴 你一定要告訴它 大概怎麼做 它就把你鍵出來 鍵出來之後 然後你用什麼方式 用哪一些skin 你就挑一下 點一點點點點點 那你點會點錯 不要亂點 那就是內行的 才會點對 但是基本上就是點一點點點 然後點完了OK了 Run 它就跑出來了 就把你畫出來 什麼都解了 那現在這些東西非常Powerful OK 那我們也沒有要交代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是用數字分析那個 那樣的課就可以去教 像比如說 你大師的時候 你可以有數字力學分析吧 這樣的課 它就是用太多人 幫你去跑 有跑流體的 有跑固體的 都有 液體固體的 跟它的交 跟它偶合在一起 都有交 那去選那個就好 你非常非常Powerful 你很好用 那課很鼓勵 你如果要走熱流 你應該要去修 大概試的時候去修 因為它的門檻 基本門檻還OK 你大概修過的熱傳 流力的熱傳 那還有數字分析 數字分析課修完了 大概可以去修那個看 那麼它會介紹你 那個套路人 你要怎麼運作 你怎麼用它 你怎麼分析它 之類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去 好 另外還有一個是 Graphical的 比較Rough 用畫圖的方式 那現在大家都不太會要這樣 因為好像電腦太強了 對不對 你只要有license 你只要有買錢 你就去跑 我們系上它都有 都有買反學軟體 可以用 你就去跑 那這個的話 畫圖只是說 當作一個初步的概念 大概是如何 那電腦不強的時候 當然比較有用 那現在電腦很強的時候 就不太有用 那所謂Graphical 就是類似像這樣的方式 它大概是 就可以去 你這個flow的方向如何 你可以交接出它的整溫線 就藉著這幾個特性 這幾個特性 把它放出來 它有它的一些細節的技巧 只是說對現在來 我們來講 大概都不太會去用它 用電腦就好 好啦 因此我們現在呢 接下來我們 其實只會交在這個 就交在這個了 不好意思 這個裡面是最簡單的 那我們搜到這裡 那書杖的後面 還有交到了這個三維的 還有很多的素質的性的東西 通通不交 因為那個都是另外一門課的事情 在素質流利的事情 素質流利的研究所的課 或者是說 我們現在新衛開的 剛才講的那個素質力的分析 那個也都是 在這兩門課裡面去處理它 這都不是我們這門課能夠處理的 因為它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範圍的東西 好 因此我們後面呢 會稍微加帶一下它的解析的方式 而且是 在以色列的例子 它是一個針對一個非常簡單的幾個形狀 而且它的異例條件也很簡單 它當作一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呢 順便讓大家回憶一下 你的separative analogy 你解PDE的 當時選擇的公主數據 就是中書2裡面所教的東西 順便給大家回憶一下 那回憶之外呢 所以我們還要你要等到我們第五章之後 這個類似我們還要交這個 我們還要你交作業 你真的要去再解釋 那個是時間有效的 一維跟站態的 我們現在是二維的 穩態的 它只有兩個維度這邊 X跟Y的 是天維的那個 我們這裡倒是沒有請大家交作業 但是我們下一張 站態的 一維的或者二維三維 我們會請大家交 因為書上有很多例子 我們會請大家交作業 所以你還是會處理到separative variable OK 不用急 到時候一定會讓你學到 OK 好了 那我們現在稍微交代一下separative variable 這個方法 那separative variable呢 這個方法是在 編維方程式 那我們現在先看一下這個 我們先 先目標先看一個 長方形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形狀的一個 二維的 所以 這邊很可能有不同的這個 處理 然後中間它溫度怎麼分布 我們待會兒書上的 例子就有 OK 好的 這個 其實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書上的地方 你可以知道我們現在在幹什麼 你可以翻一下嗎 書上往後翻 204頁到207頁那個地方 它就有它的這樣的例子 OK 我們接下來就像處理量的問題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稍微聰明一下 稍微聰明一下 我們接下來要面對著這樣的東西 好了 那它 把問題先解化成一個 這樣子一個 情形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待會兒我們再來交代說 我們怎麼去解它 OK 好 它說這樣一個形狀 第一個呢 這個 它叫 它給的很簡單 叫做三個邊界都是同樣的溫度 T1 另外一個邊呢 是T2 是固定溫度的 只有一個邊不一樣 只有這個邊界是T2 OK 其他都叫T1 好 那這個Case算是 你能夠碰到的 最簡單的Case 那 我們希望你作業 助教可能會帶你們做 我應該提教他們 作業裡面 比較複雜一點點 也是類似這種 那 最複雜一點 它會再帶你們去做 但這個是書上科本的東西 這個是裡面 最簡單中間的最簡單的例子 但這個例子裡面 即使這麼簡單 你不要發現 哇 Separature Vibra 還走一段的路 你所有以前公數教的 在分離變數碼 以前在公數教的PTE 包括你 還有你教的那個 那個 複裂級數 那個 哇 你全部都要複雜 OK 全部都回來了 所以 建議你大家回去想要看書 看公數的書 否則 否則你後面你就教不下去 你作業不會教 你學也學不到這東西 那至少我們目前 希望 趁這個機會 給你一次機會 把你的公數 以前的 偏偏一般人把它複製起來 這樣一句兩則 其實我們並不是真正要 要教大家怎樣 其實 真正是靠 這次 讓你把公數給它複製起來 因為坦白講 你有多少機會 你以後會去用這個 用這個 Separature Vibra 不會啦 因為你不能用 你那種 當然跑電腦 對不對 怎麼會有這麼 這種機會通常很少 那只是說 第一個我們可以告訴說 某些東西是可以用數學去處理的 好 然後更複雜 你可以找到一些參考書 OK 然後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順便就把它的 功數把它處理一下 OK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 它的給我們的形狀 它這邊有一個長度 比如說L 寬度W 好 所以這兩個形狀 形狀不見得要像你 所以它給的 環境是最單純的 所以這邊可能是一個高溫 然後這邊三個形狀 都一樣的低溫 那 然後呢 我當然在處理的時候 我先就可以把它無音稱化 對不對 因為 把它溫度改成Seta 對不對 在這個Seta裡面 你很明顯 你會怎麼改 你就會取t-t1 以t1為基礎 對不對 以差值為基礎 除以t2-t1 對不對 一定是它的固定基值 當作1 然後其他的部分 都是以它為基礎 取出來的Seta 對不對 所以它就t-t1 除以t2-t1 好 那這總分差 然後它的 這個總分差 它的比例 對它的 變成0到1 所以很單純 所以問題已經變成 三個0邊界 一個1的邊界 但是它是二維的 所以二維的東西呢 你就要去用分離變數法的方式 來去處理它 那 好了 因此我們就要回頭來看 我們這個問題都知道了 因為我目前所要面對的是這樣一個問題 那我要怎麼去用分離變數法來做 好啦 那這邊這一頁 就我們先介紹分離變數法 它的基本 基本的 這個 步驟 它的基本步驟 那這一部分的 書上比你有指強的很清楚 是我們從 另外一本這傳導的書裡面 所摘出來的 那這一部分的東西是一個 給我們有一個很清楚的整理 你要怎麼去面對這樣一個問題 那本書當然是在多熱傳導裡面 寫得非常好的 基礎的一本書 中間充滿了數學 他還跟充滿了物理概念 他把它講了很多 那研究所也說 會把它當作教教書之一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 稍微看一下 我們要去面對一個 以這邊來講一個二維或是多維的 目前是steady state的 fential equation 那我要怎麼樣去 去把它 一步一步的把它 找出來 我怎麼樣去解它 OK 那這邊就把它整理出來 第一個大方向要怎麼走 那這個走清楚了 然後就一步一步往下走 那書上的例子裡面 就可以看到這種 一步一步要怎麼走 但是它的大方向先在這裡 我們先整理一下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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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先進去